本期来聊聊新植物《疯狂炮胀花》 炮胀花可以攻击临近三行的僵尸,并对僵尸造成短暂的控制 这个炮胀花的现实原型是炮胀藤 炮胀藤原产南美洲巴西,在中国东南沿海,云南等地有栽培 出下红橙色的花朵累累成串,壮如鞭炮,固有炮胀藤之称,也可以喊它炮胀花 总之是一株很喜庆的植物 游戏中远程攻击效果就是头顶释放炮轰炸僵尸 近战攻击估计是和这师傅一样的打击方式,或者是丢出手里的双截棍炮杖落在僵尸头顶 然后发生类似糯米投手的爆炸形式,随后僵尸就变成了一滩灰烬 因此我们可以大概得知,这个植物借鉴了这师傅的双截棍形式 竹园外的新年爆竹形式,糯米投手的连环爆炸形式 它的眉宇之间和色系之间甚至和些尾交击枪手,凤梨炼刃,厨师,热辣海藻相似 不过在僵尸头上放鞭炮的行为真的合适吗?如果我是策划,我会给他加一个独有的特性 那就是对年兽有伤害加成,到时候春节拿他打年兽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然后这里有个玩家猜了一下他的一到五节技能,我觉得猜的还是蛮有意思的 如果真的猜对了,那也是神预言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了,点个关注,下期不见不散